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人偶遇东北虎 切莫上前当猫炉 立即驶离是非地 防止人虎起冲突 别把老虎当猫炉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辅长高速公路 人民大街出口 改移工程 有序推进 我们是从2020年的8月30日正式开工 竣工是今年年底进行完全的交付通车 长治市开展停车场专项治理行动 多处停车场停止收费 之前手行政执法来了 要不要收 不要收 咱就不收了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组织食品抽减 四家店铺不合格被通报 还在不在卖 那肯定是不能卖的 进的时候三证也是齐全的 也相应的就是说 做出了处理 全部下降 今天开始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 这次下调的最大幅度 往返可以便宜120块钱 可能也会刺激一部分旅游客员 长城公安打掉爬窃冠犯团伙 追回被盗手机26步 关掉本市和外省两级消责过点 两部涉案12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 婚介中心人去楼空 用户退款遇难题 然后我给的大云也拒结了 后来在6月22号的时候 跟我说公司谎了 老板找不着了 长城市汽开区人民法院 派专人奔赴全国 集中扣押涉案车辆 我们准备是在10月底之前 结束这场专想行动 那么百胎品牌车辆到期 将会如期的扣给 咱们的指定的车辆点 今天节目的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 正在施工建设的 府长高速公路 人民大街出口改移工程 一直备受着大家的关注 该项目建成之后 将会很大程度上 缓解长城市 南部城区的交通压力 那么目前工程 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今天一早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 该项目的施工现场 帮大家打探了一番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府长高速公路 人民大街出口改移工程的 施工现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路基的水稳基层已完成 正在进行覆盖养生 待养生期完成后呢 将进行沥青的油面探铺 府长高速公路人民大街 出口改移工程 全长12.623公里 为双向8车道 整体工程项目 占地169公顷 线路起点位于 自然村北侧 与县府长高速顺街 终点位于 南四环路南侧 与县亚太大街 延长线顺街 此外 府长高速公路 人民大街出口改移工程 房建项目 主要工程包括 长春南主线收费站一处 永春扎道收费站一处 其中 长春南收费站设置 久近19出 共28车道 永春收费站设置 五进10出 共15车道 目前 府长项目的路基工程 和部分路面工程已完成 桥梁工程已完成 全部城台 敦筑施工 即 香梁预制 装机 盖梁 香梁安装 现交梁等施工 已接近尾声 我们是从2020年的8月30日正式开工 竣工是今年年底进行完全的交付通车 整个府长高速和包括收费站的建成通车 对我们长春市区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是代表着我们从南出口方向 有了正式的一个比较具有规模的一个收费站 展示一下我们长春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和发展前景 守望都市党员 共联报道 最近长春市有关部门针对停车场收费问题 正在进行专项治理行动 那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报道了长春市宽城区 对辖区内的11处已经停止收费的停车场名单进行了公示 今天长春市朝阳区 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及南关区都对辖区内的多家停车场进行了整治 并取缔了多个违规收费的停车场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长春市朝阳区历节停车场 记者了解到此前该停车场停车每小时收费5块钱 那在最近呢 朝阳区有关部门开展了停车收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发现该停车场存在未办理办案手续违规收费问题 截止目前该停车场赞予停止收费 之前说行政执法来了 不要收 不要收咱就不收了 那为啥通知不让咱收费了 是咱没有相关的手续 知道我咱是打工的 如果说现在来进车的话 是不是可以随便进 现在随便进呢 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 该处停车场有178个停车位停止收费 目前停车场已关闭收费系统 车辆可以随时进出 作为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找 就是不收费的这个停车场了 在这停车也比较方便 也比较习惯 像我们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经常在这块消费 如果是这块还收费的话 我们就得停到很远的地方 去到停车场 除此之外 洪奇街 重庆路 同志街等商圈 也有停车场存在 未办理备案手续违规收费的问题 其中包括赵峰国际停车场 北方财宝停车场 亚西亚停车场 据了解 经过多部门联合排查 截至目前 全区74个经营性停车场 有18处赞予停止收费 与此同时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关区静岳高新区也开展了停车收费整治专项行动 8月2号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停车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了关于停止和已取缔收费停车场名单的公式 其中华阳大酒店等两处无名停车场纷纷上榜 随后南关区也公布了停止收费停车场的基本信息表 一共整改32处停车场 其中停止收费31处取缔一处 如果有市民想要了解详细情况 可登陆各个区域的政府网站进行查询 神旺都市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食品安全 近些年相关部门一直在对市场上销售的食品 进行着不定期的抽减 以保障老百姓们舌尖上的安全 近期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抽减13类食品 检测结果显示有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 近期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抽减了13类食品 发现不合格样品7批次 其中长征市汽开区好市多购物中心 英姿面食坊销售的玉米粗面条 玉米细面条 白冷面 脱青乙酸及其纳盐超标 公主领市天阳新农贸市场蔬菜批发店销售的生姜 匹崇林超标 长春市大龙翼川味火锅店销售的糖蒜甜蜜素超标 宋元市美林生鲜超市销售的菠菜各超标 上述不合格产品如今是否还在售卖 记者今天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还在不在卖 那肯定是不能卖的 近的时候三证也是齐全的 也相应的就是说做出了处理全部下架 特别提醒消费者 如购买或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列的不合格食品 请拨打举报电话12315热线投诉举报 守望都市一鸣富强报道 下面这条消息 对于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来说 可要注意了 因为会让您节省一些出行的费用 从今年开始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调整了 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 这是自今年2月份恢复征收燃油附加费以来 机票燃油附加费的首次下调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 自今日起 销售的客票 航空公司将调整中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 航线距离800公里寒以下 每航段收费标准为人民币80元 航线距离800公里以上 每航段收费标准为人民币140元 婴儿旅客免收 儿童革命伤残军人 因公制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即航线距离800公里寒以下 每航段收费标准为40元每人 航线距离800公里以上 每航段收费标准为70元每人 这次下调的最大幅度往返可以便宜120块钱 可能也会刺激一部分旅游客源 因为自二月份燃油上涨以来 最高的时候燃油和基建的费用已经达到了往返500块钱 记者在第三方购票平台看到 同城旅行已有提醒 将按照新政策统一收取燃油附加费 若航司实际收费金额低于上述标准 则将在客票实际使用后 一到两个工作日原路退回差额 守望都市报道 一起奔腾B70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利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乡办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格里提醒您 长春多云21到31度 梦之兰梦六家提醒您 白城多云19到31度 空军昭飞提醒您 松原晴转多云20到30度 老尼教岩浆酒提醒您 四瓶多云21到31度 道一慈法尔提醒您 辽原多云19到32度 小糊涂鲜酒提醒您 吉林多云21到31度 寒香会米线冷面提醒您 通话多云23到30度 富新宇松荣酒提醒您 白山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沿吉多云21到31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多云18到28度 广发银行提醒您 长春多云21到31度 美好城市 梅河新区 欢迎您 梅河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欢呼信的 国民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下面我们来关注 首王都市联合长春市公安局 共同开办的大型警务 计时板块 警务传真 近日呢 长春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部署 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长春多年的 盗销一条龙 爬窃惯犯团伙 12名团货成员全部落网 现在呢 已经追回被盗手机26步 破案36起 8月5号上午10点 在长春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内 召开了反赃大会 十余名受害群众来到了现场 警方公布了近期抓获的 由12人组成的盗销一条龙 爬窃惯犯团伙 关掉本市和外省 两级销赃窝点 两公 涉案12名犯罪嫌疑人 全都落 追回被告手机26步 该案件还要从6月10号说起 当天 李女士同往常一样 早上乘公交车去上班 没想到中途就发现 自己包里的手机被盗了 因为我当天穿了一个位仪 这有一个口袋 我就放在那个口袋里了 然后当时也没有太注意 车上人也是稍微有点多 随手摸了一下手机 然后就不在了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公交车内的监控视频 很快就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通过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有同类的盗窃前科 随后民警锁定其位置 并展开抓捕行动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主动交代 自己近期盗窃的15部手机 均以快递的方式发往外地销赃 民警经过研判 掌握了这个盗窃销赃一条龙 爬窃团伙的组织构架 分为小偷和销赃 小偷将公交车上偷到的手机 转卖给销赃犯罪嫌疑人 然后再用本省销赃犯罪嫌疑人 发往外省 由外省销赃犯罪嫌疑人负责处理手机 6月12号晚上 民警远赴外省 成功截获 账物手机三部 随后又辗转树地 直至6月底 将该团伙12名成员全部抓捕刀案 追回被盗手机26步 因为是抓现行 犯罪嫌疑人对其供人不讳 这个犯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 均为盗窃老罐 均有盗窃相隔联记 目前12名团伙成员 全部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至此一个盘踞长寸市多年的 盗窍一条龙 爬窃惯犯团伙 被成功端掉 民警将这些手机返还给受害群众时 面对事而复得的财务 大伙也表达了感谢 报案之后没几天 然后就接到了咱们民警的电话 他们说我这个手机找到了 非常感谢咱们所有的民警 依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上半年 所有的趴欠件 都是这12人干的 那么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咱们长寸市公共交通领域上 已经连续实现了将近50天的零罚案 公交无贼 是所有反他民警一个追逐的终极梦想 守望都市新京雨风报道 昨天我们迎来了传统节日七夕节 那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昨天下午呢 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举办了七夕节公益文化活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那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那么一会儿呢 将在这里举行七夕奇巧礼乐协行 七夕节公益文化活动 七夕节又称奇巧节 七月期女儿节等 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此次活动意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 增进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节和七夕节我们又设置了 像穿针取脚啊 然后取公鸣啊 这些非常有这种民俗意味的 非常有趣味性的这些小游戏 希望通过我们礼乐文化呢 来更加的丰富 我们七夕节的一些这种文化内涵 农历七月七日当天 在文庙博物馆 年轻人们的朝气蓬勃 意气风发 与汉服的灵动飘逸相得益彰 我们今天呢是联合汉服传统文化协会 然后呢招募了大概是40名左右的汉服爱好者 然后他们呢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我们展示汉服的特点 汉服的意义 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市民朋友们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背后的意义 守望都市刘畅宫雷报道 我们都市频道比赛来了栏目呢 一直都是大家喜欢的棋牌竞技的节目 因为呢它不仅仅可以满足大家对棋牌竞技的挑战心理 同时呢还有实实在在的奖品可以拿回家 那为了让更多的棋牌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 本周末比赛来了排王争霸赛将再次拉开帷幕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比赛来了 将与本周六和周日连续举办两场排王争霸赛 这也是栏目首次在一周时间内举行两场比赛 喜欢棋牌竞技的朋友 又可以聚在一起体验竞技的快乐了 据了解此次排王争霸赛还进行了全新升级 为了能够增加互动性和参与性 只要您来到现场参与竞技 无论输赢都能够获得相应奖品 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比赛 取得好的成绩抱走更多的奖品 守王都市孙俏照扬报道 因轨道交通四号线南沿线工程施工需要 轨道交通四号线市戎路至天公路区段的计划停运 具体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因轨道交通四号线南沿线工程施工需要 轨道交通四号线市戎路至天公路区段 将于2022年8月6号至2023年4月30号停运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计划自2022年9月9号起 召回生产日期从2016年6月29号 至2018年1月18号的七系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共计364台 潘石市公安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警务辅助人员120名 报名时间2022年8月10号8点30分至8月12号16点30分 报名地点吉林省磐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于即日起至8月7号 对部分小区进行燃气安检 安检区域繁荣新居 红城西域 金水家园 净水山庄 红城国际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烘血血好心脑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开车行驶 偶遇黄色大猫 汪清在线 东北虎霸道 快走吧 人虎近距离对视 拍摄者连连尖叫 多人偶遇东北虎 切莫上前当猫炉 立即驶离是非地 防止人虎起冲突 别把老虎当猫炉 守王都市 今日关注 婚介中心人去楼空 用户退款 遇难题 然后给的大云也拒接了 后来在6月22号的时候 跟我说公司谎了 老板找不着了 长春市旗开区人民法院 派专人奔赴全国 集中扣押押涉岸车辆 我们准备是在10月底之前 结束这场专项行动 那么百胎品牌车辆到期将会 尤其的扣回到咱们的指定的车辆点 孕妇大出血急需就医 民警开道护送 门诊时长一刻中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 医患户信的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前段时间 长春的李女士 在某视频平台上 无意间刷到了一家名为 全程优恋的婚戒中心 李女士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花了1000多块钱成为了会员 谁知道 在仅仅见了一位男士之后 这家婚戒中心便人去楼空 李女士的钱也无从讨要了 今年2月份 我在抖音上 看到了全程优恋 长春网络科技公司 就这个婚戒公司的广告 然后就有人加了我的这个微信 让我去线下的实体店看一下 李女士说 由于家里催得比较急 再加上对方有实体店 她觉得应该有所保障 李女士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到了全程优恋办公地点 李女士说 当时脑子一热 便交了1000多元的建党费 谁知交完钱之后 对方的服务和承诺相差甚远 他们成都一周见一套藏 或者一周见几个 但是这个我安排了一个 后来我去问 他们就是各种旅游搪塞 说什么哪个优质的男性 就什么条件 然后在外地呢 现在因为疫情回不来 然后又说什么 哪天 然后你有什么时间 但是他没有时间 就是反正各种是各种借口 花了1000元 只和一位男士见过一面 等到6月份 李女士再去全程优恋的办公地点时 发现该地点已经人去楼空 随后 记者和李女士一同来到全程优恋的原办公地点 发现这里已经改名为青城之恋 并没有办公迹象 也没有见到工作人员 李女士告诉记者 她发现这样的情况后 也联系了红娘 但对方直接将她拉黑 而店长则在朋友圈 继续更新有关全程优恋的信息 然后给他大云也拒接了 后来在6月22号的时候 跟我说公司谎了 老板找不着了 欠我工资还没有处理 6月22号是我的公司谎了 你看我现在打开的朋友圈 7月30号再更新 7月26号 24号 7月22号 7月6号都在更新 都是关于全程优恋的 各种就是广告 还在就是招商 还在骗人 我不知道这公司到底是黄了 还是怎么处理 店都黄了 还在宣传业务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也给这位店长打去了电话 了解情况 黄了 老板都找不着了 那个店的那个老板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微信 那个朋友圈还在更新 那个全程优恋的这个 我但是那个是北京店 是别的店啊 别的店 那现在就是包括会员这些那个费用什么的 咱们现在也都是退不了了是吧 随后记者也将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对方表示 他们将会对林女士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 同时林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到长春市仲裁委员会申请立案 打算走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希望有和他同样遭遇的人能够团结一起 共同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也希望通过相关部门去认识更多被受骗的人 二是希望曝光他们这种经营套路吧 不停的变换公司地址和名称 希望有更多的人不再上当受骗了 省网都市报道 前几天的一个深夜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吉林分局的民警 在开车夜巡的路上 发现前方有车道微过有微弱的灯光 走近一看 发现是一辆黑色轿车 正停在应急车道上 而车内的两人好像正在吵架 听这话这是两个人都喝酒了呀 这不就是明显的酒后驾驶吗 喝多些这么大味儿呢 这位也承认喝了酒 那就都测一下吧 结果两个人都检测出酒精含量超标 其中白衣男子检测出的数值更是高达每百毫升209毫克 你喝多些了这是啊 209 百分百的吧 但刚才我那个喝那个水平糊涂了 那个水平糊涂没关系 喝了就是喝了 这怎么还把锅甩给的饮料呢 而且听到这 民警开始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开的车 在调取了路面监控录下后 真相大白了 这一路上都是白衣男子驾车 那他为啥说是另外一个人开的车呢 经过查询 民警发现 这位驾车的白衣男子孙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症 面对证据 二人都没了动静 原来 二人当天驾车从吉林市到交合市与朋友聚餐 期间二人都喝了酒 聚餐结束后 已经找了代价开车回吉林市 不料途中因为费用问题取消了代价 二人看已到深夜 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 驾车返回吉林市 最终经过抽血检测 孙某血液中酒精浓度为每版毫升111.53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目前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孙某 无证驾驶的行为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2000元的罚款 孙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已经涉嫌危险驾驶队 吉林分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制规定 追究其刑事责任 双都市一阳连辑报道 发生交通事故后 谁来赔偿 赔偿多少 往往是事故双方争论不休的话题 如果责任方不接电话 又要如何让对方理赔呢 借用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 车辆的出借人是否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对于相关问题的解答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说法 苏案件还原真理 帮民众解乎无忧 今天的律师说法为您带来的第一个案例 是赵先生过马路时 被一辆出租车撞伤了头部 出户质量就已经花费了20多万元 交警认定出租车司机刘某 应该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刘某一开始同意为赵先生垫付医疗费 但是在得知赵先生 术后仍需康复训练 并需要持续支付医疗费用之后 就不再接听电话 那通过其挂靠的出租车公司 也联系不上对方 那赵先生这时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对方不接电话 无必再与对方联系 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如果造势车辆有购买保险 赵先生可以讲 造势车辆司机和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 一起起诉起来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培行案件 适用法律弱干问题的解释 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 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当事人同时起诉 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 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 在责任限额内 予以承担赔偿责任 部主部分 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仍有不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那么本案中 刘某所在的出租车公司 是否也需要承担一定的 赔偿责任呢 本案中刘某所挂靠的 出租车公司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以挂靠形式 从事道路交通运输 经营活动 发生交通事故后 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有挂靠人和被挂靠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陈先生临时向王先生借车 想去机场接个朋友 哪成想路上因车速过快呢 与其他车辆发生了追尾 那导致两辆车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 这就面临到了修车和赔偿 那么借用他人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 需要赔偿时 车辆的车主 也就是出借人 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车辆的出借人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主要看 他在出借车辆时 是否存在过错 借用他人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的 一般由借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车辆的出借人 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 明知车辆有缺陷而出借 且该缺陷 与事故的发生 存在因果关系的 二 明知借用人 无驾驶资质 或饮酒 或有疾病 不易驾驶等因素 仍出借车辆的 三 借用人下落不明的 四 有其他明显过策的 惊喜八卫片 国药轻哄起 训练好 训练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开车行驶 偶遇黄色大猫 汪青在线 东北虎霸道 快走吧 你都惹咱们的 人虎近距离对视 拍摄者连连尖叫 好胖 哎呀 要这么大 多人偶遇东北虎 切莫上前 当猫炉 立即驶离 是非地 防止人虎 起冲冲 进入老虎 虎包 其实并没有跟他 产生一个冲突 别把老虎 当猫炉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长春市 汽开区人民法院 派专人奔赴全国 集中扣押 涉案车辆 我们准备是在 10月底之前 结束这场 这个专想行动 那么百胎品牌车辆 到期将会 如期地扣回到 咱们这个 指定的车辆点 孕妇大出血 急需就医 民警开道护送 那个大夫呢 这个有个产妇出血了 他 快要让他来拿担架了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加压筋 本来没有倡导 医患户信的 国民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最近呢 咱们吉林省的东北湖 可谓是频频出境 在7月23号 沿边汪青 有人拍到东北湖之后 近日呢 又有人在驾车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老虎 出现在了行车道上 他用手机呢 拍摄下了当时的画面 在此呢 我们要提醒附近的居民 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 是网友黄松电黑木耳 上传到网络平台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行车道上 一只大约两米多长的老虎 在悠闲散步 看到车辆驶来后 走向路边草丛 看了几眼车之后 转身向山里走去 随后记者也与 汪青县林业局 动植物保护科的工作人员 取得了联系 对方表示 仅通过视频上看 还不能判断 这只野生东北虎的信息 同时近期多次有人 偶遇老虎 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即使在车辆内 当年玩大山一号的战斗力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咱们所说的东北虎 受到那个甲德威胁 它具体系有攻击性 走向那个 有可能是扑到人 还有可能是 插头在车上 往他上车 拍到车 可能车合理的 承受能力的 一般上都承受不了 可能造成人身的伤害 所以我们呼吁 尽量进入老虎 虎豹 其实地 尽快 离开这个情绪 避免跟它 产生一个冲突 上文都市报道 前两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 报道了一批 法拍车成功拍卖的新闻 近日记者从 长春市齐开区人民法院 了解到 为了尽快实现 企业胜诉权益 目前该院又派出了 五个执行小组 奔赴全国各地 开展扣押保全工作 前两天 在河北省三河市 有五名执行法官 及干警组成的 第一执行小组 就顺利地完成了 该项行动的首个任务 成功扣押了一辆 丰田霸道汽车 据了解 长春市齐开区人民法院 多年来持续开展 抵押车辆 集中扣押拍卖专项行动 自2019年以来 通过扣押拍卖涉案车辆 已为一气执行到位 一亿元 在上一轮法拍车 集中拍卖后 7月27号 齐开法院又抽掉了 全院精干力量 成立了五个执行小组 奔赴全国各地 开展百台品牌车辆 联动集中扣押 专项执行行动 按照这个行动方案 我们在前半天 就派出了第一个执行组 第一台车 这一台风行霸道 我们通过公安机关 一直在查询 相关车辆的 运行轨迹 发现这台车 是在北京市朝阳区 获得车辆 获得车辆线索后 执行团队一边和当地法院联系 希望其提供必要的协助 一边收拾行装 奔赴北京 在27号的早晨 我们进行行动的时候 发现这台车 已经驶离到北京市朝阳区 通过我们现场的课计 又再次查询 发现它在三合市出现了 执行法官立即带领团队 赶往河北省三合市 在三合市人民法院的配合下 当天上午 成功在三合市的一处停车场 找到了该台车辆 由于车上无人 随后执行法官通过挪车电话 联系上了该车现在的驾驶人刘某 很快刘某也到达了现场 他一看法官是来扣车的 那么他也电话 也是叫了一些朋友 开了各式的车辆 到这个执行现场 也来示威 但是我们都设置了警戒线 然后我们的法官 及时地把这个事情 做了一个讲解 告知了这个 如果妨碍 这个法律后果 所以他的朋友 也都及时的撤离了 通过法官现场 事法明理 最终驾驶人刘某 同意配合法院工作 并在扣押物品清单上 签了字 目前该台车辆已顺利运抵长春市 并停放在指定地点保管 我们准备是在10月底之前 结束这场专项行动 那么百胎品牌车辆到期将会 如期的扣回到咱们的指定的车辆点 集中利语拍卖 首王都市 同飞 海军报道 前一段时间 一名孕妇因为大出血 需要紧急前往医院 而当时正值晚高峰的时间 为了尽快赶到医院 家属拨打了110 向警方求助 正当巡逻的兰家中队民警 接到报警之后 立即警车开道护送 仅用了十几分钟 就把孕妇送到了医院 2022年7月27日下午5点15分 公路大队兰家中队 接到报警人电话称 其爱人怀孕后大出血 要去五马路长春市妇产医院就职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 正在巡逻的兰家中队民警 驾驶警车 迅速抵达中队门口等候接应 他有个家属 开了一台接大车 他们从河龙方向开到兰家中队的时候 我们接到他之后 进行了简单的询问 当时这个孕妇应该是在五六个月了 就是出血 但具体原因不知道 意识沟通可以 但是说的行动不妨 接到产妇之后 看着这个情况非常紧急 因为产出大出血 一路护送他到妇产医院 为了更快将孕妇送往医院 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在前面开道 当时正值晚高峰期间 路上车流量非常大 民警驾驶的警车 警急长迷 为孕妇开辟绿色通道 本需要40分钟 才能开到的路程 当天只用了15分钟 就将孕妇安全带到了长春市 妇产医院 到达医院后 民警帮助求助人到挂号处挂号 并搬扶产妇到急诊室就诊 待一切安排妥当后 民警才离开 你先坐着 你先坐着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小心点 然后那个我们就给你送到这 我们就先走了 没事 我们先走了 熊王都市 嫁禄宇峰报道 怕热糖 喝碱醇 君乐宝碱醇酸奶 提醒您关注 天气变化 酱心美味 醇香牛肉 泡韵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卉山鲜博士鲜牛奶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没有华丹 不成席 华丹啤酒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君乐宝碱醇酸提醒您 长春多云 21到31度 浩月牛肉 提醒您 白城多云 19到31度 维尼斯水上乐园 提醒您 松圆晴转多云 20到30度 安巡通 提醒您 四平多云 21到31度 海信集团 提醒您 辽园多云 19到32度 中梁福林门 提醒您 吉林多云 21到31度 云门酱酒 提醒您 通话多云 23到30度 华镇社区团长招募 提醒您 白山小雨 转多云 21到30度 优密蓝莓精亮 提醒您 圆寂多云 21到31度 埃毛台 美生活 提醒您 长白山多云 18到28度 精管学院 提醒您 长春多云 21到31度 飞碟汽车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风 自由响 美的家用中央空调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鲜八卫片 国药青 婚企讯好 新老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这台直播的 守望都市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 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的留言情况 燕燕留言说 感觉在汪青 随随便便 就能够偶遇到东北虎 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 真的是很适合 他们生活 这老虎是不是 在高速公路定居了 还有毛毛叔说 开车看见东北虎 估计大家的心里 都是既激动又害怕 反倒是老虎 都是一脸淡定 瞅他这个样 只要不挑衅他 他应该不会 主动攻击人 还有江江林说 自从得知 老虎一爪子 能够把这个车的玻璃拍碎 我都替这些 在车里拍视频的人 捏把汗 万一赶上 这老虎心情不好 或者是恶机眼了 这上来开罐头可砸整了 他把这个车 当成罐头瓶了 还有这个小倩说 不管怎么样 还是安全第一 别以为在车里就没事了 老虎不伤人 那是他不爱搭理你 要是人太过分了 拿手机怼他脸拍 你看他扑扑扑你 好了 今晚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都市情感剧 幸福生活再招手 欢迎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